有些所謂專業人士真是不知想什麼的 不要聽些說 只看眼前那些客人熬到死 來 工程師阿黎廣德 他以為橫貼高鐵而誤超之 不如殺停整個項目 串造起商場賺租金不就更好 嘩 目光短淺到得人害怕 其實我們只是用六成左右的面積 用來做一個地下雙城 地下雙城 地下雙城 有多少收益 你做炒股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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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知道 嘩 你死磨成這樣 來 廣德 你真是笑大人家的口 高鐵關係到香港長遠發展的策略 可以接通內地四橫四中高鐵網 未來甚至可以擁有國家一帶一路的發展之中 雖然高鐵現在是有不少阻滯 但將一個連接人流物流 將會左右香港發展成就的高鐵項目 拿來同起商場和炒股票給 你有沒有搞錯 如果以這種邏輯的話 西九文化區也不用搞了 將全部變成商場 帶來經濟效益更好 不就是 那麼醫院、公園、球場 整個香港都轉成商場 黎先生 今次整個工程界都在恥笑你這個計劃 沒有搞錯 你有沒有搞錯 你什麼不可能 你有沒有搞錯 你有沒有解決